今天是高級班 很高速加加雄來這裡 聽說一個義大利的 不知道是哪位同學 那小姐 歡迎你 辛苦你了 今天我繼續來聊天 繼續上初級班聊天的方式來講好了 上次我們初級班的時候有建議大家一個 要講台語 要講台語 有一點挑戰 好 我講台語 不好意思 我們不是中國人 為什麼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沒有跟我們當作他們的 國民的看待 福利 政策 甚至於 換他跟我們打過來的時候 他的標準也不一樣 對不對 你們記得嗎 上禮拜應該有些人都有來上過 有來上過你們就想一想 現在我們要講新的 上次 今天我們就說 很重要的是我們決定台灣的 苗文的合約 日本人跟美國人拍手 以後 簽一個合約 就是古今三合約 五年 一九五年的四十八生肖 一般的 今天我們想說 我們讀一本書 要知道作者 作者 作者 他人的聽到可以 不可以 就是要看他的序 頭前作的序文 那個序他寫得好 或是說有人把它替下去 寫得很好 標示說 標示說 這本書 有人把它替下去 不錯 這個序寫得不好 那個人 寫得沒有什麼內容 沒有什麼內容 一樣 一樣 我們一般人都在看大綱 舊金三合約大綱 簽訂合約和平條約與解決交易上方存留的交戰狀態 改決戰爭相方存留的交戰狀態 這個 這個 這個救金三合約就是要結束什麼 交戰狀態 好 之後 他也要求日本 要加入聯合國 對救金三合約下 宣誓加入聯合國 並遵守什麼 聯合國憲章原則 努力執見 世界人權宣言 這是救金三合約的謙虛 頭前一段 我們台灣人都沒有很重視 我們就看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 符合聯合憲章第五十六五十五十六條 什麼民主自決 那是那一條 來 來 一邊 因為我們是九十八嘛,我們要講到清晰的 我們要看第一條 第一條是日本跟各聯盟國跟對方打的戰爭的狀態 以本合約第20條制規定 就是戰爭狀態生肖日期就要結束 這個意思就是說 日本發動戰爭最後結束就是要一個合約把它總結 就以這個為準 如果沒有合約它還是一直在交狀的 建政的狀態就對了,還在戰爭 你知道嗎?我們就反推回來 我們想回來說 中國美國 台灣管理當局 台灣當局 有跟你們說 1945年10月25號 戰爭結束投降 在那邊關戶台灣 台灣給他了 對嗎? 還在戰爭 在這個合約還沒成立之前 還在戰爭 改戰就對了 我們兩個時候拍拍的說 你要拍我我拍 我們如果沒有決定 拍的時候 哪有可能要拍你什麼 是不是? 你知道的意思嗎? 聽到嗎? 這個合約可以看出很多的謊言 這個合約會拍很多的說別槽位 就以前來開始 這個舊金山合約生效日期 他就決定很多名文 你知道意思嗎? 知道意思嗎? 聽到嗎? 義大利的小姐 聽到嗎? 有啦 好 這就是第一條A 第二條A 第二條A是誰 他說各國 檸檬國承認日本 與其林來之 日本國民是完全主權 我們國際班 我們國際班有說 有主權 包含管轄權 有主權權利 還有主權義務 他說完全的主權 有主權權 出一半有說過 在 地質的國家 房地的國家 房地的國家 房地有國家的租款 對吧 所以都要經過 土地的割讓 人民的什麼 都要經過 房地的授權 對吧 這句話很奇怪 你看 你看 聯盟國承認 日本與其連海之 日本國民之 完全主權 完全主權 完全主權是什麼人的 地質國家是什麼人的 房地的 房地的 對不對 主權是房地的 那一公司 都不要這樣 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 最厲害 就是基金三合一會 最厲害 影響最深的 就是這一條 這條 像秘書人說 把日本天王的權力 把他架空 明明主權是他的 他不承認 他把你們的歐國 反正很多國家 上次有講說 四十二個國賞 四十六個國家有簽過 簽過的時候 那個國家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點 全球 全地球上的國家大概五十幾個 已經有四十幾個國家我承認這個東西 簽約下去 表是什麼 他們承認說 天王的主權這樣 變成架空了 所以這第一條就把天王的權力把他架空 說到白就是這樣 所以第二條很重要 天王有我們台灣主權 他不可以講話 因為他已經沒有國事人力 已經沒有主權 沒有宣誓主權 那個權力 所以表彰四島是誰的 是日本天王 可是他根本不可以出聲音把他們拖回來 為什麼 因為第一條的比有什麼 他只承認日本國民他們的主權 完全的主權 取代了天王的完全主權 直接有什麼 為什麼說 以前我在最可信 我剛才來的民政有最可信 民主長說 第一條把天王的主權 把他懸置了 把他架空了 我發現我一台有寫 沒有啊 後來再去看新台灣論 看那本社裡面有寫這部分 主權是天王的 可是他們卻承認 國民的主權 那個主權是唯一性 不可能我有主權 妳有主權 所以變了什麼 變成他們好像是硬是把他架空 還沒得國事人力 就是他第一條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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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們看第二條 第二條的意思是領土放棄 第一條就是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並予以放棄對朝鮮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合約合約要寫很清楚 中國民國對日的條的說 台灣給了中華民國 寫得不清不楚 可是妳注意看喔 這寫得很清楚喔 一直承認朝鮮獨立 日本承認嘛 我們想一下 為什麼要日本承認 為什麼要日本承認 什麼成人 要日本人成人 主權是日本人 對 主權的權利 管轄權就對了 妳想一下 妳想一下 妳看第一條有效嗎 第一條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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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美國人很厲害 下鮮獨立很厲害 很厲害對不對 他一千的話都生效啊 一腳兩腳慢慢生效 我承認啊 有承認 當然也有一點缺點 因為當初 這裡有戰爭 你知道這裡有真正的取緣嗎 這裡有戰爭 嗯 我說給您聽好了 這裡有真正的起因就是 以前那時候 韓國是中國的藩屬國 藩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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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他的租款 他說日本要生人 譬如說日本已經是 那條線已經是日本 他沒有錯 你知道意思嗎 他控制 要放棄 也是一樣 全議員要求 我們第二條都說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說放棄台灣 這是中文版 他把他放棄 對台灣都怎樣 可是他把他放棄 他把他放棄 他把他放棄 其他就一樣 如果說要讓台灣獨立 他會講在這邊 蔡英會承認獨立 台灣不能獨立 不然應該要一模一樣 朝鮮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問他 有人提 我告訴你 朝鮮以前有沒有朝鮮王 我們看韓劇有朝鮮國王 全部的朝鮮的人民都奉他為王 他就建立主權 所以那時候朝鮮王有主權 後來日本跟他打打 後來就簽立日朝運河條款 把主權的權力管轄權 給了日本天皇 以後 日本在第二次事件打輸了 就寫這個放棄 所以他有主權 有管轄權別人的 放棄了以後他用獨立 這樣韓國就獨立了 就是這樣 這個比較深 我講這個比較深 因為高級班 你知道意思嗎 來 他如果說 如果說我放棄 但是沒有說給誰 對嗎 沒有說要什麼人 就像台灣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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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遙遠 怎麼說這個問題 對 這個有很大的審思 阿媽 講給你聽 如果你聽到你教 你的家人 你的親朋好友講一下 說為什麼我們台灣 沒有說突給誰 但是不是住民自覺 再來 同樣的F這一條 日本放棄南沙群島 日本放棄南沙群島 日本放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 一遣全意義務 跟台灣人也很像 南沙群島 就像南海的 要爭議 其實南海爭議 其實也是日本放棄什麼 原來南海是誰的 西沙群島是誰的 就是誰的 還是天皇的 因為他們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沒有 因為比較甚 我在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我說 香港跟 香港是 英國跟中國的講 講得最好就是 回歸中國 香港 其實一般 有法理觀念的講 其實 香港的地位 其實 他們看得出來 很早就決定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 有簽一個租約 99年租約 對不對 要回歸 香港就說 我們不要回歸嗎 獨立還是要去英國 但是 事實上是很殘酷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他們有個租約 有個條約 說租給英國 英國做租借地 在法理來講 租借地 就是什麼 我相信 你這個 這個香港是你的 所以我來幫你租 還有一個合約 對嗎 雙方都有認同說 我給你租 因為是你的 我來租給你 因為是我的 我要租給你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香港的 什麼人 中國的 那為什麼 五十年不變 什麼 其實那些 那是一些的 龐之末節 主要是 為什麼要五十年不變 因為 因為 英國有告訴你 這是我 大英國 大英國學 你知道意思嗎 UK的人民 海外人民 出生時就是英國人 英屬英國殖民地 英國殖民地 他們也要退營的人民 早想 表示說 等那些人 五十歲以後 再加五十歲以後 五十年不變 因為我二十歲成年人 加上五十歲 等七十歲 那些人就慢慢的沒用 就慢慢回歸 把所有的制度上 慢慢的回歸 中國 中國那邊 他們 英國人是以 人權方面 在爭取這些東西 在法理上來講 香港地位其實老就 底定了 沒辦法變 沒辦法變 這意思就是這樣 這就是說什麼 這也是天皇的 只是 只是 他都要下産 他就信託 財產 我應該有說 第四條 第一條財產 承認第二條 第二條就說韓國 跟台灣 三三三 放棄有的 獨立有的 第二條 日本與日本國民財產處置的有效性 他就是財產有辦法給我們處分 我之前說過 四萬一塊就是 他們用這個方式 有這個法源 有這個條約 處理的 他就是以這個為依據 很清楚 很清楚 台灣人都跟 用電議條的味道說 台灣 日本放棄台灣 其他會員都不管 其實這個有沒有 其實對 這個會員裡面是講台灣 台灣 這就是說台灣 台灣人的錢 會被 美國民主政府 沒收 贈餘 處置 對吧 這樣 他說台灣很可憐 還是一直在這邊 來 第五條 這月前 第六條 結束戰典 結束戰典就有個觀念 在這裡 因為你的合約生肖九十天 這個合約生肖九十天 他就要 他就要 要求他 退兵 因為結束戰典 結束戰爭的狀態 對吧 生肖以後 他九十天以後 就馬上要怎樣 要離開 但是我們想說 他真的有離開嗎 他後面有想 他後面有什麼 三位協議 對啊 所以說 以前我們有一個 中美共同防疫條件有 對吧 美軍的股運團 對吧 我們跟他斷交 跟美國斷交 有一個 台灣的關係法有沒有產生 有 他可以 用別的方式 用別的方式 多分行李 不受本條規所限 駐紮軍隊保有 怎麼樣怎麼樣 有沒有 是不是 他用訂結新的東西 條約 他就不用撤軍 所以他九十天要撤軍 但是他可以 簽訂別的條約 他不用撤軍 日本有什麼 美日安保條約 對吧 他就簽這個 是不是 他在軍隊都留在日本 對吧 不然他整天都要撤走 要尊敬 國家的人 領土的完整 對吧 主權的完整 對吧 所以這就是 這個 這是他們的法院 所以美日安保條約有這裡 中美防禦協定 以前我們 比較多的就 沒聽過 少年沒聽過 中美防禦協定 就從這個來的 好像什麼都是 就金三合約 就從這裡來的 日本也受到他的管制 瑕疵 這張 這樣 有清楚 第六條 這都條約 好 地球 這 來 這什麼 中國相關的權利 對啊 就金三合約好像沒有賠款 你有印象嗎 你們回去有讀 就是合約嗎 這樣說可能比較 對你們要求比較高 你們就這樣 你們要去讀一下 那個合約會比較深 比較 要去讀 你讀一遍 兩遍 三遍 讀幾遍你會了解 你會了解 你看 也是日本放棄而已 有沒有 一切有關中國的特別權利義務 包括原字 多多多多 好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日本跟他放棄而已 他叫日本放棄 他在中國有的權利 特殊的權利和權利 對吧 但是中國沒有跟他要錢 對吧 你看看 日本放棄 有關中國的特別權利和利益 日本對中國有特別的權利和利益 他叫他要放棄 日本要放棄掉 基本就是中國相關的權利 沒有說要給台灣給他 對吧 其他意思 中國並沒有擁有台灣 他說 究竟合約就是怎樣 那是騙人的 對 就是說 我用講的說 這塊土地是我的 你賣給我的 他對方說要賣給我 出賣家也都知道 那塊土地真的是我的嗎 還不是 還要簽合約 對吧 要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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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真的 我們都會說 好啊 出賣家也都知道 突然一個外地人說 我買這個土地的時候 出賣家也叫他來找我 還是叫他去買 一定是找他 因為他就沒過方 主管是我 我的 不是啊 原來是他的 雖然我們有這個意願 就去那 那就是開路宣言 我這樣說 我願意把它給他 可是都還沒發生 也沒有簽合約 對啊 一個領地那麼大 很重大的事情 可不可以寫得更清楚 可是從來沒有寫過 國際上從來沒有發生過 只有寫 夾午戰爭 日本有了台灣 這樣而已 中國給了台灣 中國給了日本 日本的天王 擁有台灣而已 對吧 他這邊也沒有寫 這邊也沒有寫 這是航運 這個合約寫得很好 航運 重建 國際民航線 都有什麼 賠償在國外財產都沒有什麼 來 這個要講一下 我講一下 承認 日本因賠償聯合國 聯盟國 戰衆 一切的損害也痛苦 他叫日本人要賠償 日本要賠償 但是因為 他不是一個自主的 擁有自主 你現在被戰後 沒有什麼資源 被美國用火 那種移燒彈 對 對 主要是 恩戰士最後 主要是以為 那種移燒彈 把他所有的土 土製的廠房 房子 燒光光 有點不能道 那時候美軍是這樣的做 有點不能道 這個有 戰後也有人在批評 然後他被 資源不足都收了 然後 以自主經濟的不構成 所以說 並不完全賠償 前術 前術一切損害 跟痛苦 你叫他賠償 不過他就沒有 資料可以賠償 他意思是這樣而已 對不對 他自己要怎樣 他就說 要用 透過日本人的 勞益 以恢復生產 打撈費用 你可以用日本人的勞益 然後恢復生產 打撈 就是說 後來你勞益 什麼都做 把它恢復回來的時候 就像我借你錢 我後來有錢 有錢跟興利 什麼意思 有可能不會興利 沒有 你知道意思嗎 透過勞力 因為沒有 講句實在說 這有點 透過日本花業生產 這有點說 以後可能他更精確的合約 再寫出來 對吧 而且他還替日本人講 聽我們說 賠償不得家住 額外負擔 其實這個合約 也是對日本人 對我們也是很和善 只是我們都不知道 以免什麼日本接受 退隊負擔 再來就是 日本國民 這就開始了 清算的時候 所以你看 他都說很合理 說要凍結費率 什麼 他們財產 或是說 以前的資產 或是什麼擁有 慈善有的 沒有的 這都有什麼 這個寫得很複雜 負最好的 再來 跟他說 歸凡盟國財產 日本人接受的 他要行人 但是這裡面 有沒有寫台灣 也沒有 你這怎麼看 就算完全都沒有 再來 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但對台灣是沒有 沒有重要 來 中國才能受益權利 他這裡有說 中國朝鮮的受益權 不受第25條規定 因為有第10條 剛剛就第10條 跟第14條 那些 那些 所以中國 中國有什麼利益 因為戰爭結束 就什麼好處 就像什麼 21條手放在內 第二條 中國要有第10條 和第十四條 好來 第十條 然後第十四條 這個 這個 這是第14條 就是這條 第十四條 有沒有 但是其實裡面 你看以勞役 以免日本承受會對 怎麼樣 有沒有 不得租家額外負擔 其實說到最好就是沒有賠錢 第十條 他只是日本主動要放棄在中國 特有的權利和利益 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人有寫中國人 他有留到什麼嗎 有 他有寫 寫得很清楚 合約都寫得很清楚 沒有寫台灣 不要被人家騙了 不可以讓中國人承認 他連德國以前跟他是同盟國 德國拆財 我們大概說二十一條 二十二條 挑過去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最有名的 作為最好贊領全國的美內軍合眾國 就是什麼 美國人 本條會簽署國包括日本 所以說主要贊領全國 主要贊領全國的美內軍 主要贊領全國是美國 說美國有沒有權利 有 對台灣有權利 在這裡有什麼 在這裡有什麼 合約有 美國人不是不講理 他們都是法治國家 他都用這個法來譴責你們 我們要了解 要了解 二十七條 二十七條 這一個國家 通知嗎 如果說他要改的話 批准國是四十六國 如果要更改 就經常不可能 我等一下有說過 四十六個國家 所有的人的議會都要通過 他送去國會 國會也要通過 所以永遠都沒有辦法改 就經三合約 永遠沒辦法改就經三合約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來 對台灣有說 十七條 再來就是把關天 我給你們看一下 我在網路看到 來 這是原文 這是中華 台灣國人當局以前的 在日本地下 在日本帝國 在皇帝 大新帝國 他們兩個在簽合約 真的是他們簽合約 這是網路上 他們的那個 國書 有嗎 合約他們簽合 真的是這樣 對 對 我們有 對我們有 第二款 哇 這邊沒有看到 來 看 在這裡 哇 第二款的第二條 台灣全島是附屬各島嶼 在這裡有什麼 所以說 領土的轉亂 一定要有合約 違依據 你不用亂說 故遊領地的 或是自古下來的 還是怎麼樣 那些都未好人的 講究比較粗俗的話 亂話的 在一月 看那些月多漂亮 或是月多 多大 它都在一月 但是現實上 你真的要拿出 認可 雙方有蓋章 有主權 這樣才有效 你不用說 我賣家 賣家 我連隔壁人家也賣掉 不行 你有隔壁的所有權 有什麼 再來 澎湖也是 所以以後 中美馬祖是ROC 澎湖是我們的 以隔壁為字 東京幾度 都有寫 甚至還有擴張 甚至 你不能夠擴張 因為有 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 有沒有 他們有宣告 像我上次我有說 宣告 我怎麼宣告 我只要表示我想擁有 發現 宣告 然後 公告周知 然後 納入我的版圖 然後 派駐兵 有的 對不對 這才是一個領土 納入我們領地一個 國際上認可的程序步驟 就這樣 就這樣 這就是他的原文 這個原文 這樣就OK 這兩個合約 交五戰爭下官條 把台灣主權轉給日本天皇 日本要離開 要是要失去的話 他也要一個合約下 可是從來沒有一個合約 有 有產證說 把所有的台灣的土地 所有的主權權利 主權義務 什麼都放棄掉 沒有 日本 日本是指日本政府 以前我講說 日本有 有 地質國家有 可以有好幾個政府 對吧 只是其中一個政府 放棄了台灣的管轄 嘛 他也要派很多 新的總督來觀察 嘛 或是新的總理 或是我們自治 我們去算嘛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好 這樣應該 沒問題吧 因為這個有比較來一點 有比較困難一些 沒問題來我繼續說 好 第二條的米 就是第二條的米 他說一切的權利 他跟民意跟權利嘛 第二條的米 讓你放棄 那我問你 沒有土給誰 台灣都沒有土給誰 所以變成說 有人說 就 沒說什麼人 就是民主自覺的原則 是台灣人民 因為台獨 或是 或是一些 建國黨的前輩們 或是說 民進黨的 政治人物 你們說 我們就住民自覺 對吧 因為什麼 他依據了這條 因為沒有說 要土給誰 所以說住民自覺 我們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探討這個問題 這個是有點殘酷 我說這個也有點殘酷 但事實上是如此 我問大家一些問題 大家慢慢思考 形成一個國家就是要有 土地人民什麼什麼 還有外交權 就是承認 管轄權人民土地 這些 如果說沒有土給誰 然後 真的可以主權 主民自覺的話 會發生一件事 讓我們自己認真想 土地已經 住在這邊可以擁有 那我問你 住在這土地的人是誰 像說有可能說 台灣說有三千個美國人 他會說 有地主 美國人三千個 有人說我 中華民國的人 有兩千個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聽懂嗎 住在台灣的人民 其實不是台灣人 是中華民國的人 你知道嗎 如果說一瞬間說我們 住民自覺瞬間的話 我跟你說 中華民國可能他就擁有台灣 他的人民 你知道嗎 他的人民 很多數 不是說 像我講的 可能有三千個美國人一隻 三千個說要用到台灣 沒有 不可能 他人數很少 比例原則 對不對 變成台灣 台灣這個土地 比較多人種 就是他的 這問題來 所以為什麼要辦身份證 你們不是台灣人呢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住民自覺 變成你們是中華民國的人 你們拿中華民國的人 身份證證明 你們可能不會去要求申請 因為你是台灣人 但是中華民國 差不多有兩百萬人 你知道嗎 大家都看得很心情 我看得很心情 我看得很心情 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台灣的教授呢 還有律師那些 為什麼他們也看得很心情 對著 都看得很心情 大家都看得很心情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還有律師那些 為什麼他們也看得很心情 我上次初期班有講過 如果你的思想是一致的行為就會一致 你思考一致我管你就非常好管 我就不會讓人知道有就進行合約 對吧 你知道意思嗎 美國人也是要一模一中 你知道意思嗎 是因為不得已被一個信領的一個傢伙 竟然很厲害把他挖出來去告人權 那個信領就是我們秘書長 我們就是有找到那個key 那個秘書長的keyman 你知道嗎 把它打開了 現在看得出來啊 但是有的教授級 我跟你說沒說人 有的是在法律上學術上 我也是很尊敬他們 英文說用智門助絕 他們認為說台灣是殖民地 問題是台灣不是殖民地 是有地主對吧 英文跟你講過 英文跟你講過 英文說什麼 林憲堂的訴訟給你們聽 林憲堂可以去日本國會去參加他們的議事 決定他們國家的政策 對吧 趁這些否決他們過來的法案 他們可以否決 對喔 你也不是我自己人 你都來我們家 說要吃我們家的飯 還是決定我們家怎麼樣 就是自己人 你決定你不是殖民地 你真的是他們的殖民 你知道嗎 他們天王也有下達這個招書 所以你們要醒起來 真的 我們真的是日本人 只是說 英文教育 日本人是倭寇 以前日本屠殺 怎樣怎樣 講得很不好 大日本帝國 他沒想到他們說 他是大清帝國 這個變成漢化跟黃明化 其實都是什麼化 就是要把不同話而已 那我問你 等一下講這個 我講的講的一直走 我講回來 剛剛 講到哪裡 講到 他們說 住民自決 住民自決 如果說 我們自覺的 中華民國他們的人會快點申請 絕對會是他們的 你就是救助合法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這不是流氓國家 我沒騙你 因為土地 有啊 住民自決 給你申請 有人民 有啊 中國我們全部台灣人不承認 他至少有兩百萬人 我們還要在 剩下的一千多萬人 自己都給你申請新聞請 國際要判別你是台灣人 跟中國的差別 你不是不申請新聞請 那時間很久 中華民已經在這裡有了 也有政權 也有人民的 也有人民的 土地大家來爭的時候 也有外交權 也有外交權 也有幾個國家 小國家也是承認他們 他們一宣告 我們一宣告 住民自決 中華民國的就地合法 那反而是怎樣 現在台灣人 以萬劫不服的地步 真的要變中華民國的人 所以是怎樣 美國人一直沒有人 公投 住民自決 其實也是有原因的 他怕這時候真的變中華民國的 你知道意思嗎 他可以把中華民國 台灣這塊土地 還給 去挖中國 帶著這塊台灣土地的禮物 跟他們合一合併 台灣就失去了 事情很大 是不是變成這樣 這很合理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台灣人還沒有組織 沒有組織架構 台灣的組織 什麼都沒有完成 還沒有一個 一個階段的 性的 程度出來 你爭不贏中華民國 你真的說 人民有 有住民自決的話 會輸中華民國 他趕快去聯合國申請什麼 我們就去了 而且 話講回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美國也挖蛋 為什麼 美國也是暫停而已 土地是誰的 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竟然被人家暫停 沒有用我這個土地 我叫日本天皇 就在台灣打不下去了 我把他打不下去了 我把他打不下去了 像這樣 有的在偷笑 真的是這樣 美國不會讓你做這個事情 你不用公投也不用獨立 通通不可能 這句華麗依據 不是說美國很強大 其實美國都很不好 美國是什麼什麼什麼 不是 其實也有這一深層的意義 當初英國跟美國 在決定台灣前途的時候 就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有可能台灣就會變中國的 為什麼 就是剛剛我講的那些原因 像台獨的人是說公民自覺 我們台灣自己管自己講 其實如果自覺的話 反而是被中華民國的中國人 趁虛而入 一定的 他們也不傻瓜 他們也很聰明 馬英九也很聰明 你不要認為馬英九很傻不會 馬英九很聰明 他們也會來這一招 因為他的幕僚 他的那些智良團 他們都會給他建議 不要把人家看別人 他們也是有頭腦的 為什麼 他也是 我們自己的智商差不多 我們大家的智商差不多 他想到我們想到 我們想到他也想得到 還是這樣子而已 大家清楚 你就會覺得說 不要跟著民自覺說這樣 反而他 他如果那個 民進黨的人士來聽過以後 他也會 他應該也會認同 他不認同可能要講理由出來 來把他們反駁的時候 他要怎麼講 他要怎麼講 他可能講不出來 他會講不出來 對吧 因為也不是殖民地 那是假設 這是比較壞的假設 但是問題是有地主 這也不是殖民地 怎麼說也輪不到中華民國 講我們也輪不到 本土的台灣也輪不到 除了說天王發生革命 上次有講發生革命 他的皇室都被消滅以後 既成權沒有消失以後 才是著名自覺 才是著名自覺 就這樣很簡單 一般的話 我們大家想一下 就很好 很好的理解 像說 我剛剛講蠻英九好 我講蠻英九一下 蠻英九並不是傻瓜 以中華民國來講 蠻英九可能他們很欺蠻英九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也很欺蠻英九 可是對民政府來講 其實我們應該贊成蠻英九 你知道意思嗎 其實蠻英九是 台灣官局下面的 台灣官局的局長 他是聽誰 聽美國人的話 對吧 我們民政是不是聽美國人的話 我們金政府管轄下的人 所以馬英九是貫徹 是執行美國人的意志 的命令的人 連戰還是吳伯雄 他們就不一定了 因為美國人可以控制蠻英九 馬英九會聽他的話 政府衝都會執行 對吧 其實對民政府來講 那是交往日常講講 對民政府來講 其實馬英九是對我們友善的一方 他們也要帶他們離開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 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一就一二之二有時候 要把他稍微抖著 就有一次說 我小時候我老師說 中國秉武四個現代化 還是什麼大腰筋 搞得天怒人怨 中國人吃樹根 我們笑他們吃樹根 笑吃什麼 生活很困難 跟下鄉 那時候我老師講一句話說 他的行為是講說 這樣很好啊 因為我老師有點相應 他們算中國人有些相應的老外 他們說 很好啊 我們就說 哎呦他人家過得那麼不好 怎麼很好 結果他後面就講出他的道理了 中國要是越亂 我們可以反共護國 可以打回去 怎麼那麼 哎 我們要感謝毛澤東 鄭小平他們把中國搞得越亂越好 因為我們可以反共大陸 以前我們的思考是要反共大陸 所以是不是一樣 所以你知道意思嗎 每個思考面不一樣 你做的行為就會不一樣 對吧 馬英九現在是做跟我們一樣的事情 同一方向 你知道嗎 像說 陳水扁好了 我說個陳水扁 那邊那個時候 他有像在危機的時候 有要公投要制憲法 制新的憲法 有嗎 新的憲法是新的中華民國憲法 制造一個新的憲法的時候 變成說 他可能要幫他做地合法 中華民國就地合法在台灣 因為這塊土地人民開始制一個憲法 美國人也會恢復 美國人也會恢復 因為有在 如果有憲法的話 就變成說 這塊土地人民的共同的意志 制定了一個新的東西 一個法律 其實也有 其實有約束力 有 那邊要做這個時候 美國人 當然也會反對 還變成防禦性公投 有沒有 制憲好了 嚇人了 就被抓去關 對不對 我看過我 其實他剛才當選的時候 他說 事不宜沒有 你們還記得嗎 如果中國 怎麼不打我們怎樣這樣 他就不要怎樣 不要怎樣 不要怎樣 有沒有 事不宜沒有 你有想過嗎 讓我們選一個總統出來 我們回到以前的想法 我們選一個總統要叫他 我們讓我們台灣獨立 讓我們台灣搞好 台灣要怎樣 走上國際 結果他就職 你說竟然是 台灣不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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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台東人是聽了會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要去做 要去行線 要去公投 要讓台灣走出去 當然就是在做我們的事 結果他算到一個 台灣不可以出去 不要怎樣 台灣不要怎樣 哇 我在那時候聽了會不會說 你知道嗎 台灣人做總統 做中華民國 我現在是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是不對 他竟然 改算可以 竟然 這個也不要做 那個也不要做 都射陷在那個圈圈裡面 就像我第一次講的大象 還是在那個圈圈走不出來 聽了會說 美國人 美國人逼他的 後來才知道 現在我們慢慢知道 是有 第三 有個力量 逼他要講這些話出來 對吧 那台獨的 老前輩 那要台灣的 自己也去到 但是 那時候有變 大家也是都沒有變 就像中國民進黨小英 他有說想要再出來選 但是我覺得說 他要選可以 他如果說 敢說 台灣當選以後 他要讓台灣走出去 國際怎樣怎樣怎樣 我絕對不會講什麼四部 沒有 怎樣 看小英敢不敢這樣講 你要求小英說 你當選總統以後 你一定要把台灣怎樣 做一個新信法 你要直線 選前的時候一定要做到 我看小英的Q回去 對吧 因為小英知道 美國人在背後 他如果敢這樣承諾 應該會很多人會投他 但是他不敢 陳水扁就是個歷史 他十年到最後也是這樣 換的 應該是 應該是美國人意思吧 在猜 因為這不能亂猜 現在 上這課不能亂猜 好 我們說到 剛才我們說 中國人 要不要播一下影片 你播一下影片 目錄那幾張影片 有目 還有一個1949年的中情集的文件 那一個 也可以 可以 你 你 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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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自由時報的一個報紙 在2013年的6月9號時候 禮拜天 美中情局1949文件 指臺灣地點位 內容是會在這裡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怎麼會播放 怎麼會播放 因為有的人還是不行 有這篇出來 是我們自己報紙 機密文件 美國和英國雖然在波斯坦學院中 確立了開頭學院 蘇聯也接受開頭學院 但美國和任何國防局都沒有 他們正式承認中國兵護臺灣 這樣意思是啥 對啊 到現在還都不是 甚至可以講 戰前說什麼 說什麼人的什麼人的 說整部 戰爭結束的時候 開始就要說好 要說條件 下契約 覆蓋 和解書寫寫 對吧 和解書寫寫 對吧 和解書裡面 沒有寫台灣給他 戰爭的錢 戰爭中 那表示說什麼 就金山合約 否決了開羅宣言 聽聽有意思嗎 我說要什麼要下你 不過我在客洋來這裡不寫 那就是沒有了 你說我買一台車 我買一台車 我要送去四野太陽 要送很多 老舆 學廟就不寫的 他都不用送去 他說要送 當然他有東西會送 隔熱子都會送 但是說送一台媽咬 要一台便就送一台媽咬 說好 可是你簽約也簽好了 如果你想一台便有大台 你要送個小媽咬 他如果要寫上去就會有效 他媽咬就要中間去透 那如果說那是承諾 然後他在何耶穌沒寫的時候 他媽去不送禮了 我的事說不到了 他就說一句話 你就沒有皮條 又沒有法術耶穌能力 這句話就是這樣 沒有正式承認中國變成台灣 就算開羅宣言承認 在舊金上沒有寫 如果真的承認 然後要死一死 要去跟那些人就要寫下去了 沒有寫 這是我們的工作寫的 台灣不知道看不出 很多人看不出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很重要 我自己叫出來 台灣或者中華民國 目前在國際上不是一個國家 對啊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 美國到現在還是 還是以這個論點 還是這個論點 還是這個論點 這是1949年3月其實下來 美國今天文件 到了2007年 美國人還是這樣 他們的立場 國立場沒有變 60幾年了 1949算1950 這2007年 57年了 50幾年了 美國人的立場沒有變 都是一致的 你們看 中華民國 多年一直未決 代表 這是什麼意思 中華民國是流亡國家 流亡政府 還沒 像我跟他們看過前朝 明朝亡了然後 明朝的前朝的人 然後跑到台灣來 可是現在大家承認清朝 已經統治中國 前朝的明朝的人 跑來台灣怎樣怎樣 中華民國的亡了 變中華人民共和國 怎麼就是要解決 中華民國前朝的問題 這樣而已 台灣地位有沒有定 有定 台灣地位是什麼 是天王的 只是說 他沒辦法灌 要怎麼灌 他月定有時候 要自治還是什麼 都還沒決定 但是如果說 要決定的時候 就是要跟誰講 對啦 要跟日本人講 台灣的地位 要怎麼跟日本人講 不是跟中國講 台灣在法律上 不是中華民國一部分 admire 民國國一部分 一被同 而不 inspector 不規定 他是 tych 寫得很清楚 最終的一句話就在下面 台灣的法律地位仍是被佔領的領土 很清楚了 這是補助下來 2013年的9月6月9日 你們去搜尋一下就會看到 6月9日 2013年6月9日報紙自由時報 利用電子報要找回來 寫得很清楚 台灣人沒有聽懂 或是被洗腦 或是不敢去想 你們也很清楚 他講得很清楚 不管以前的 人是被佔領的領土 台灣人很可能 沒人帶路 有啦 有秘書長 也好幾年了 其實有的人 像我來民政務 有的人更久 來來去去也不少人 要一直走 要一直走 走到 因為變成說 好像是一個國家誕生 要走很久 要有很多的原因 就好像很多的現象 然後廢集 台灣才會 才會自由 但是還好是美國人 美國人真的他們講民主的國家 而且他們是基督國家 他們信仰上帝 上帝希望 說給美國人聽說 希望美國人本則正義 還有良心 愛上帝 賜給他勇氣 趕快解放我們台灣 台灣很可能 有什麼問題嗎 這個我問一下 這個應該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你有上過初級班 剛剛有講 完全沒有問題 帥哥我們放下別的影像 圖片就好了 謝謝 來 這是我上網查的 這是第二命令 那就是用這個 叫我們偉大的總統講功來的 在這裡 有什麼 有啊 看得到嗎 自己去討論一下就知道了 他叫中華民國來的 中華民國來的 這個統聖命令 來 下一張 謝謝 我們當然以前是日本人 這是他們的護照 這是他們的護照 這是台灣人 日本帝國外的大臣 日本海外什麼券 這是他們的護照 你看這是什麼人 他也有點像照片 有唐裝 他也是日本人 他拿著護照 他叫做住在台北 聽 黃金什麼 黃金什麼名字 他叫黃金什麼 孫 什麼 去台 還是什麼 看沒有什麼 不過你就知道說 黃金礁 黃金礁 這是他護照 而且他任憑 五種 我們去國外 帶回 保護我的人民 什麼 我們就是日本人 以前我們去 以前我們去中國 拿這個護照去的 你知道嗎 我們是日本人 我們沒有成年 因為我們教育 教育都會忘記 你看 這都是網路的 來 來 下一張 謝謝 這個最 這個最 最有意義 這個 不得了 好像是 日治時代的那個 一個 什麼報 民生報 民眾報 人家給它簡潔起來 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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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熟番 二十九年多少的時候 是 兩百五十七人 大正年代的時候 三百多人 三百幾人熟番 什麼意思 你們都是熟番 為什麼 那個 沈建德教授 還是 還是那些 他們說 消失的 貧補族人 什麼 其實我們就是 貧力三胞 不是 三地同胞 我們是貧力三胞 你們聽有意思嗎 他們是貧補族人 日本人 我不是說過 日本人做這個戶口 他自改靈以來 二十年 表示說 改靈什麼意思 我們是 19四 19八 我從不去 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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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二十年 19一幾年的時候 1895 1895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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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915的時候 給你看 你看到 外國人 守為之納 知納什麼 中國人 所以我們的戶口是什麼 知納 有時候有些知 有些鐘 有些有些汗 就是指這個 幾個人 大正元年一萬七千元 很少 你都說我們祖先都是從中國來的 這是鐵液事實 日本人沒有立場假照這個 他們不會有什麼立場假照這個 你看他是寫這樣 你看你會嚇到 在台灣的中國人一萬七千人 我們平普翻的 我們一翻的 我們三百多萬人 三百比一 是不是 三百分之一 那我們祖先真的是從他們來的 是不是要打掉 就是你阿祖阿台的爸爸 你找不到他的本目 你知道意思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平普主 平普沒有埋葬 是中國人給我們演化的時候 我們才有這個觀念 要求金那是演化 求金 求金有嗎 你看這個完全沒有 甚至說學校 內地學校 工學校 有嗎 這都是人的補助 本島人多少 沒有內地人 你說內地 我看看 有啊 內地人 內地人是有一萬人 內地人比中國人多 那中國人說內地是哪裡 中國人說內地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人 贏的內地 對吧 如果只要換一場我們是日本人 對吧 我們內地是哪裡 日本啦 所以說內地人什麼意思 為日本國來的內地人 一萬人 深藩就是你不會講沒有漢話的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三地人 對 三地人 其實我們是三地人 我們是平埔族 一些比較高殺的那些 他們還會出草那些 比較不會 是野的 有點 媽媽說野人 到時候騎腳踏腳踏 對啊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是報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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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怕台灣發達比較 你去Google 你上網Google 這個圖就跑出來 你會找到那個文章 他那個文章 我看的時候 他有什麼說那個 那個好像去預算論壇 就是我們本土白的前輩們 一個論壇 就把這個貼出來 他有寫說那是什麼報索 幾年幾月要在寫這個 他有寫 他有寫 你會去看 甚至說 戶口民部怎麼給你 他什麼含義 他都會寫 你會講什麼 你有產族的 或是你有吃ARP 那個都有記 那個我們的副國民部 你看日記時代 很清楚 甚至說熟翻 要有生翻 要有寫福建 要有寫廣東 可是如果是中國人 他會寫 漢還是寫中 還是寫 他中還有寫一個支 支那 他會寫支 那表示中國人 但是他 他還會寫內 內地人 日本人 內地日本人 還有寫朝鮮人 他寫福跟廣的話 就是熟翻 但是已經不會足語了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對 對 深翻 這個 有 八萬人 算說會出草的八萬人 這樣說你們就比較親切 比較聽 有八萬人 對 中國人 百萬人 一萬七千 那時 日本人的人 就來1萬人 所以我們真的不是中國人 我們真 我們不能被騙去 田園 貿易 鐵道 其實我們縱觀路 都是他們做的 我們縱觀路 縱觀路 縱觀鐵路 在日本人治理的時代都已經建構完成 這都有寫 幾年而已 他們的內地學校 公學校都有寫 像說 講下去還想也好 下一張謝謝 因為他們四萬多一塊 他們都看過那個叫金帕 我有看到 他們自己看起來也沒遺憾 你們看一個中日報的 他們自己副作的 自己剩下的 你們看到嗎 這就必四萬元 四萬元一塊 公教待遇將比照信貸幣合理調整 有嗎 你聽什麼意思嗎 看有嗎 報紙也有看 報紙也有看 不是說 嚇金帕我們去月照 不是嗎 這都有佐證的 這中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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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惡對不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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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社會現象 我等一下說給你們聽 是 好 好 來 下一張謝謝 謝謝 沒有了 沒有 沒有 好 來 我講 社會現象 因為歷史 這就是社會現象 哪要說歷史 歷史 歷史是偶然的嗎 歷史不是偶然形成的 歷史是一定的 一定會發生 像說二二八 我說要自己聽 二八是一個 陳江脈 或是那個不分的 去那裡 算他們邊打 自己分開 開槍 不小心開槍打死 就 產生這些暴亂暴動 就是中華民國的教書 老師都這樣而已 這是一個 然後 一個暴動 就寫這樣而已 可是以歷史學家 以眼光的 利潤點來看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他們說這個是社會現象 我們高級班的人 要比較有追蹤 我們說有追蹤的人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那個社會很不安定 因為突然之間 台灣有了一兩百萬人 一兩百萬人要工作 對吧 搶當地人民的工作權 他們又把一些糧食拿去上海去賣 糧食不夠 他們水準又低 然後又要管台灣人 台灣人 那時候是百分八十幾 都有讀過書 水準很高 就變成台灣人會不滿 激壓在心中 很久 然後大家 失業 你有說你失業一段時間 你會不著嗎 看人 欸 他搶你的工作了 然後又不懂 然後 沒什麼要追蹤 這樣 所以我記得我們社會的時候 我們六個兒子說 台東地方法院 他們來的時候 你本來跟著他 每天都跟著他 每天都跟著他 都叫自己的人來 那時候我覺得說 那表示說 台灣人變成很辛苦 這個社會會很不穩定 因為失業的人很多 一兩百萬人來台灣 這很大的問題 失業啦 衝突啦 語言不通啦 然後強加說 你們要去講國語啦 你就要說日本的跟台灣的 香港要學國語 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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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糟糕耶 大家都會 心中不滿 然後就 只是說 累積這個程度 剛好有 那個不穩這樣打 爆發了 只是引爆點 是歷史走到 這個社會現象走到這裡了 然後一直在累積能量而已 沒有爆發 剛好到那個時間點爆發了 說他這個爆發一定會發生 只是說剛好到那個點 然後就引爆而已 對吧 有可能做接收人員行政官員 我們就要謹記在心啦 我們要散對我們人民 不要這樣 我們就要翻車去走 做到 做到讓人看不到對吧 就像有時候 有時候在聊天的時候 有的人說 以前二二八怎麼樣嘛 我們以後要怎麼樣 我們執政要怎麼樣 不可以這樣 我在那邊可以直接跟大家講 以後不可以講這種話 他給我們二二八 我們要給他二二八 不可以這樣 因為現在是民主自由國家 我們要給他講人權 我們要真相 我們要轉型正義 但是我們不可以 我要人家的生命 我們要講人權回來 如果他這樣對我們 我們不屑他們這樣 他們是偷貴什麼 我們這樣回去 我們也是變成偷貴 是不是 反向思考回來 而且說講句比較那個的 加害我們的那些人 我們父子輩的那些人 說八九十個英雄 有的根本就不在了 是不是 要獲贏他的子孫嗎 也不可以 而再者美國也在看 美國人也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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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美國人會看說因為 你自己拍還是怎麼樣 你自己做得不好 他們都會有 說死那些人 說得不好意思 有他們的管道會 會通告一下 會通告 我們不用做 危害人權的事情 沒有美國 對啊 美國軍政府也會搞不好說 你民政委的人 不要這樣接 我們也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為了台灣有時候要理智 不可以亂來 而且我不說過 有的人根本就不在了 我們只是要真相 你要記得這個歷史教訓 不要再讓它再發生 不是我們記得 我們要再報復 對吧 因為講句實在話 中華民國的親交 好像跟你講過 中華民國說要離開 其實有沒有跟馬英九金文中講 有 他們要離開的時候就是怎樣 希望他們和平 然後離開 怎麼樣 應該有跟美國人談條件 就像我們談條件一樣 他們離開 他們也要跟美國談條件 美國至少要保護 他人的生命安全 最基本的 我們不可以隨便亂來 他們 就算是他們是中國人 我們也要尊重他 中國人有他們的人權 我們要保護他一下 而且有的人跟我們 像我某實在外省級的二三三好朋友 我們 我們 以國際 我們法制來講 他們也可以請身份證 你們知道嗎 有人不知道 有人說 外省不可以請 會喔他們可以請 身份證 那我講快一點 他們也可以請身份證 他如果認同台灣 認同我們這塊土地 他可以請身份證 就好像說 我認同我要去做美國人 我要去做美國人 我先去美國 升起居肉圈 然後住一段期間 然後行為良好 然後慢慢的再去宣誓效忠 然後去考試什麼 認可以後我就當過美國人對不對 對 外省是 中國人第二代第三代 如果他喜歡台灣 也站在這邊 有他的權利可以申請居留權 然後好好的生活 要貢獻台灣 大家一起打拼 其實我們不可以剝奪他的權利 他們 如果是他們行為善良 而且是很優秀的人 我們應該要把他留起來 好 我們是高級班 我們要有這個思想 我們不能一概而論 但是如果說那個是 但是有錢科的啦 有中國的 我們就把他去除出去嘛 因為國家來立場 這樣 我們去除他出去 對吧 但是我們不要傷害人家 我們不可以傷害人家 不能做非理智的 會累的事情 我們可以好的人 他願意來當我們的人民 我們請他居留 請居留權 然後請他來請身分證 讓大家一起變台灣人 那也很好啊 那也很好啊 那個我知道你意思 其實那個 其實找一個住院的人 好不好 民政府這樣很夠 我知道你意思 我說一個概念 我們沒有選舉 我們民政府就任官職接受的 我們不是幫你選 不用選舉 你知道嗎 民政府就起來以後 好像有幾年不用選舉 都是我民政府的人做 你知道嗎 沒有選舉 沒有選舉 意思是什麼 民政府叫誰人起來起來 是不是這樣 台中州誰要做 台北州誰要做知事 就委任嘛 那民政府 那時候民政府要聽誰的話 聽軍政府的話 軍政府叫民政府請誰起來 你知道意思嗎 他說如果是叫一個日本人過來 當一個總督 還是什麼總理什麼 也有可能啊 這個這個是我講的意思 你知道嗎 我們民政是上司的 要聽軍政府的話 軍政府也是要聽什麼話 美國人的話 美國人跟日本人搶嘛 沒有關係 我們在台灣 要回復我們台灣 不能改變台灣人民的語言 風俗習慣 對吧 法律嘛 以前法律是民治憲法 日本帝國嘛 民治憲法 對吧 我們的語言是日本話 所以我們到時候 我們的小孩子 甚至我們搞不好 也要學一點日文 對吧 所有的都會變 很快啦 如果起來很快 快到說你會怕 甚至我們也要 我小時候 有遇到說 我阿嬤跟我說 說一個孩子 在綠川 我剛才在台東市 綠川在洗衣服 看他年輕 十幾歲了 還沒十歲 一個人在洗衣服 一個人孤單在洗衣服 以前人生在河邊 在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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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阿嬤覺得奇怪 怎麼自己都看到 年輕人在河邊洗衣服 很奇怪 在那個時代 時空背景下 男孩子不可能去洗衣服 就覺得很奇怪 就去問他 因為熟了以後才敢講 結果他是福建省的人 他說他在看電影 還有看電影 他們在中國有看電影 他們比較有錢 有錢 有能力 有特色 看電影 結果他們在退隊的時候 順便來到鄉鎮 就把那個地方圍起來 年輕的是把他抓過來 也有這樣的 中華民國 中國人也有這樣被抓來台灣的 他非自願 他就不敢講 不敢跟我們阿嬤說 說說 他就是看電影 他很想家 就這樣而已 所以有時候 有的人也蠻好的 有的老話說 人也很好 我們都不能一敗而論 我們就是變成說 個人意志 改變 改變那個 你國籍是很 很神聖的 很神聖的 像說民進黨不是說 有人要 要回來做什麼官員 什麼部長 結果有預卡 他說要放棄 他在台灣放棄嗎 不是 你注意看報紙 他說他非到 離開台灣 到香港還是到哪個地方 不是台灣的領地 地方然後在那邊宣誓 他放棄 放棄 放棄才有效 才飛回來 什麼意思 要合法 對吧 要自願 要意願 他可能住在台灣 我要做 叫台灣人 叫放棄 有外力 干擾 你放棄這個 綠卡可能是 不合法 有這個問號 所以他要 美國人要求 這個人 要跑到 跑到別的地方 離開台灣 你那時候就沒有台灣人 那些壓力 我不願意放棄 我就住在美國 就好 我住到香港 我就不回家了 完全就沒有這個外力的干擾 然後來宣布放棄 把那個什麼 什麼表寫一寫 放棄 外國人是這樣 看待這件事情 對不對 很重要 所以國籍很重要 就像希特勒 我在那裡有說過 希特勒 德國說 他殺很多人 德國政府說 我不承認 希特勒是德國人嗎 可以 不可以 不可能 國籍也不承認 一樣 中華民國 把我們強迫 改變國籍 是強迫的 沒有讓我們思考 你知道嗎 像那個 那個 交友戰爭 那些馬關條 那些關條有些 兩年之類的 你用 變賣財產 你有沒有來寫 你可以變賣財產 離開台灣這個地方 你不願意當日本人 尊重你意見 兩年之內讓你考慮 然後你就可以賣掉你的財產 那在何月有些 我剛才沒說到 還是有人看到 那個就是在尊重你的意志意願 中華民國完全沒有 就好像說 這次秘書長告 第二次告美國 他就是告這一條 最正確找 他用在行政命令 把那些秘書長提名 搬回 然後把它告 然後應該就是美國會接受 其實應該就是申訴 其實會申訴 因為中華民國也是流亡政府 他也不是一個國家 怎麼可以叫 不是國家的人民 叫我們 歸屬他們的人民 而且他又沒有台灣的土地 就像我上次有講說 他是流亡政府 就是沒有台灣 沒有台灣怎麼可以叫台灣的人民 這塊土地的人民 變他的國家的人民 很陷害 對不對 我們台灣人怎麼很強 就是沒有它咬 沒有它咬 沒有它咬 那時候就是228 把一些 我們的基因分子殺光 就算有的肉亡主義 還用白色恐怖 還有清香 一直殺一直抓 這後來都會 以後會真心大白 我們會要求 美國應該也要 要有這個勇氣 把他 把那個 把中華民國那些 那個嘛 要至少 至少 要讓那些主事者 要公布他的名字 主事者大概都不在了 主事者大概都不在了 主事者大概都三四五歲以上 都四五十歲 加上六七十年 又百幾歲 蓬蓬器有在的 沒有在的 對嗎 蓬蓬器你們知道嗎 知道 有的知道 有的不知道 蓬蓬器那些都不在了 但是他也不是主事者 因為他是駐紮在外面 而且又年輕 他也不可能決定什麼嘛 我們就是變成說自己 要個真相 不用說太激進 要做什麼 反而也不好 這樣 到八點半 有什麼意見嗎 我們問一下好了 有一陣子 我們商討一下 好 好 來 要跟公務員 其實 有一個觀念 所謂公務員就是 替政府組織 政府做事的人 對吧 如果以這個開發點來講 你是可以做 因為我們是接收人員 正確講我們是接收人員 接收前朝的 中華民國 台灣管理當局 留下的一些職缺 然後去接收 管理 但是中華民國 ROC就是 台灣管理留下的工人 不叫他們走 沒有沒有 叫他們離開 只是說 他是中國人的 會請他離開 但是 本土台灣的人 會留著 還是願意效忠 然後有請身分證 我們都會考慮 這個 這個我不能講很 確確 因為 政策有時候會 要制定 要聽美國人那些人的話 但是很確定一點 中國人不可以當我們的公務人員 那像說 蘇聯人跑來 美國來做 美國的公務人員嗎 美國人會接收嗎 不會接收 以國家跟國家人 國家人民跑來 這個國家當我們的公務人員 不可以 以國家 以國家的立場來講 來想 你們是 你們以後可能真的是高階的公務人員 接收的高階的公務人員 要 要國家的思考 方 模式去想 然後 要 要 要仿向思考 要同理心的考慮這些事情 幾歲 65歲 65歲 不要想要退休 來 現在已經限職的官員 必須要一定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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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不是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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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 我身分證有分三級 就是TW PTW 跟CE 對吧 你知道嗎 奔主台灣人 跟 準台灣人 跟 跟 CE就是 Chinese 就是 中國流氓的 那是第一代 第二代 就說 我漢字 就是 第二代 PT PT 到底可不可以當公務員 我跟你講 有可能可以做 變成說 雖然是 他們爸爸說 我也是台灣人 但是 他 他可以 他可以 先申請身分證以後 六年以後 一段期間以後 然後 可以宣誓效忠 然後 可以志願當 揮集我們台灣 就以國基法來講 他變台灣人的時候 就可以當公務人員 我知道 我在來講什麼 他 他也可以 先 先怎樣這樣 先當雇員 你知道我意思嗎 跟現在一樣 對 沒有啦 我意思是 我現在公務員 我沒有分證 那 行眾 交給去的時候 那就請個身分證而已 就好了 沒有什麼 請個身分證很簡單 你就把它請出來就好 也沒有什麼 但是你要本土台灣人 那你可能 可能 比較麻煩 但你看以後的政策怎麼樣 我不能想 因為我不是決定者 你知道嗎 你申請在上 請說 當然都可以 你認同台灣 就好像我要當美國人 我說我美國人 美國人會接受嗎 不會接受 你要去住在那邊 然後六年以後 然後歸一 然後以國際法來規範 每個國家 你要住幾年 那就會併過來 那你才能當公務人員 對吧 你之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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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關係以後 他家裡的選舉 是不是也要六年 對啦 也需要六年 來 六年是一個假設 來 最後一個 如果要關心 那你們的護照 我們這本台 現在辦的身份證 是我們美國的紀錄 那 是不是以後 我就 你不需要再辦什麼護照 要辦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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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身份證 你的身份證一張而已 你沒辦法回到出入關的紀錄 你一定要有一個護照堂回到 你知道嗎 我們是要給旅行證件 不是護照 我們是要給旅行證件 所以這個有沒有效期 這個身份證有沒有多 身份證沒有效期 你身份證有身份 你身份證有身份 身份證沒有而已 沒有什麼有效期 旅行證有效期 有12年15年 那就是拿中華民國ROC的 流亡政府的那個護照 然後他說我要證明我是台灣人 不是他們的 然後他應該假的 台灣民政委身份證 他看那個知道說 他原來是本土台灣 就讓他過了 一個身份證明 也沒有關係 他拿那個流亡的 他們也會接受 所以說現在我們就 所以說趕快請身份證 趕快請身份證 趕快請身份證 那是關島 關島是美國的屬地 看那個身份證 那個ID一掃 他們有格式 知道你是什麼人 住在哪裡 那個都有資料 那不是黑白色的 那都有 所以你可以身份證明 他們說你白白是美國屬地 他們在那裡 拿出來幹嘛要登記 拿出來幹嘛要登記 我說我們從美國出來 我說我這樣 你還是要拿護照比較好 對 好 那今天超過了 那我們就這樣 下次有機會 大家要來點招 加入我們的行列 謝謝你們 你好嗎 謝謝你 謝謝你